那每一次的所謂的改造都是理想的在線 從大型的整部件來講 當然硬體的挑戰在於 這是一個複雜 經營的非常複雜的一個建築物 是美術館 那開幕那一天 其實屋頂的防水是沒有修的 因為這麼大的館 它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那不見得每一次整部件 都可以把你想做的事情全部都做完 所以這個館一直以來 有這樣的穿著衣服 改衣服的情形 時間下午的三點到五點左右就是高峰 原本最早的建築設計 有一個美術街的概念 那綠圓道會經過美術街 然後跟經過圓道串連在一起 那由於Operation管理的問題 那陰材門的地方是關起來的 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的時間 是很難讓我們參觀的民眾 能夠在這麼長遠的距離裡面 然後做參觀 然後再回到出發點到原點 剛才我們在想像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何讓國美館在整部件的過程裡面 那個綠圓道跟館的關係 能夠重新找回來 第二件事情是 我們可不可以有機會在兩千年 就二十年 兩千年的時候二十年前 外面的雕塑公園 當時有非常好的氛圍 但是館內的空間其實比較陰暗 這兩件事情可不可以做一個交織 那外面的自然景觀 跟內部的展覽跟教育空間 可不可以有一些互動 我們做了一個動作 很大的動作 是把綠圓道的動線 帶到美術館的中間 建構出一個空橋 事實上是一個坡道 行動不變的坡道 它會穿過美術館的幾乎正中央的空間 穿越這個空橋的過程裡面 你沒有進入美術館 有穿越南北250公尺的切割的公園的 一個便捷的通道之外 它可以刺激我們使用這個空橋的人 去接受到裡面展覽的訊息 因此產生興趣 願意參與我們館內的一個藝術活動 希望在利用建築的設計 去打開這個封閉的盒子 那這個蕭蕭庭園的產生 是由於當時法規上建築率超過 跟防空避難是不足 因此我們非得要挖那個防空避難室 這邊是新增的防空避難室 我們在這個公園裡面 蕭蕭庭公園裡面 還是在館內 它可以跟館內空間結合在一起 它視為這種延伸 跟外面的公園還是一種組隔 因為它有高地一層樓的組隔 這樣的設計 是真正希望把自然跟人為 把文化跟藝術 把新跟舊交織在一起 成為一個連續的整體 所以整個美術館的改建 是時間堆疊的結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